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绍美式 今天去了佐敦吃一间车仔麵 这间车仔麵是新开的 我看这些菜很有特色 和小食都很好吃 其实还有几步就到了 这里就是小巴站 其实走前一点 71 大家可以看到 71 旁边 左边就会看到 就是这间叫德运猪扒车仔麵 过到对面再进去再和大家慢慢聊 好了 说一说这间德运猪扒车仔麵 交通是怎样去的 首先出了佐敦地铁站的A出口 直往马路 然后转右手边 转完右手边 直走到第一个马路位 便会看到对面有间麦当劳 在麦当劳那边再转右 走一至两个铺位便会到 由地铁站走到那里 都是一至两分钟左右 所以路程也不是太远 进来这张餐单都很简单 就是面底汁和配料 还有些小食 还有些是设定了 八星 五星 四宝 街大欢喜 三宝 所以真的有很多食物 我们就叫了些东西 都快速逐样说 因为我叫了很多东西 这碟是特製咖喱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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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味不太突出 不太濃 但有些部位是軟 不太硬 例如這些位置 比較軟 但酥位 液位 就有少少硬 整體上 鬆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冷了 就不太熱 我們都接受到的這個辣味 唯一就是不夠香味 和不夠熱 咖喱味就不突出 這碟是香龍小花菇 價值$38 今天我想買不到小花菇 所以就給我們中尺寸的花菇 有部份剪了四分一 或者二分一 都挺厚的 咬下去的口感是爽脆和滑 就不是爽淋滑 另外它的蠔油味很突出 炆到花菇已經入味 都挺好吃 但健康也挺多 另外上面就撒了些蔥粒和芫荽 做點住 咬下去的時候 除非你帶了蔥粒和芫荽一起吃 你才能吃到那股味 不然你就只能吃到花菇 炆了蠔油的味 叫做炸珍麥丸 它如果點了麵 就可以冷餐 當半份 叫做小份 15元 它有4粒 這個麥丸 這樣就真的是麥丸 但問題是 是不是很大牙 很好吃 還沒去到 我吃過一間叫潮龍丸的炸麥丸 更加好吃 我下次可以拍給大家看 今次先說到這裡 它加了一些滋鹽粉 有滋鹽粉的香味 當然好吃 但是 你說是不是很大牙 它不至於說很大牙 所以這個也只是很普通 先試一下 這個叫做秘製滷水鳳爪 28元 總共有5隻 我也吃了2隻 這個鳳爪 有點像酒樓的橡黃鳳爪 不是說皮炸得很鬆軟的 不是那些虎文鳳爪的皮 是有點硬度 但是這個也做得很入味 挺好吃 變成28元 雖然只有5隻 但是它夠入味 我也挺好吃 不會說味道外於在表皮 它也炆了在裡面 所以骨頭也有味 真的挺好吃 這碟是跟餐再加半份的自家仔韭菜餃 價值15元 它有3隻 讚一下韭菜餃 皮包得很薄 炸得很脆 還有一層層的韭菜香味 飄出來 我們撕開了裡面 有很多韭菜餡 是很新鮮的 看到很脆綠的 顏色是淺綠色 不是已經借梅的深綠色 啡綠色 肉是少一點 韭菜多一點 效果會更加好 還容易入口 所以值得一讚 它的尺寸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餡包得很豐富 調味也很出色 所以很好吃 這個是自家製 露水雞中液 我們點了車仔麵 可以叫小份 15元 就是3隻 顧名思義是老了 但是這個雞翼老了太久 老了 是很入味 但是乾了 裡面是很入味很軟 剛才的鳳酒入味是很好的 鳳酒的質地很難弄得它散 但是雞翼太久 會很軟很軟 就會變了少許煤的感覺 但是不是真的變了 它只是有煤的感覺 它也加了一些脂鹽粉 所以味道是蠻好吃的 尾也是可以 但是口夾就差一點 這碟是味味炸豬扒 價值是48元 其實如果跟餐 一件豬扒 沒有說大小 它就收18元 那讚一下有豬扒 調味非常之好 其實本身給了一瓶味焦鹽 但是不加已經夠味了 都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想再香一點 因為焦鹽的味 再長一點 再香一點 如果你想加的話 可以再加 本身它的豬扒 調得夠味之餘 炸得很酥脆 表面 尤其是邊位 骨位 全部咬下去 是脆薄薄的 豬扒夠厚 咬下去 口感很豐富之餘 很有質感 另外 軟軟度 咬下去不只是脆 外脆來軟 咬下去是軟的 所以整體上 這個豬扒很好吃 這杯是跟餐加3元的凍鴛鴦 我點了小甜 它也做得到小甜 冰備得夠多 茶底味很香濃 但是咖啡味比較薄弱 你喝的時候 你會覺得奶茶的味道比咖啡的味 大家都看到顏色不太深色 它就比較淺色 喝下去也很香滑 很容易入口 唯獨是咖啡味比較薄弱 容量大概有350毫升 它用了一個比較冰凍的石杯 這些是梯或者是石造的 如果軟身一點就是梯 它現在硬身一點就是石 石杯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放任何飲品是冷的 它是會令到那個杯是更加冰凍 如果你放任何飲品是熱的 它的杯是會更加熱的 它是保冷和保熱的程度 都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熱的話 你就很難拿 因為它本身的杯在外面都會是熱的 而現在冷的話 你就會覺得喝下去特別爽 好了說了這麼久就說主角 這個叫自選車仔麵 每一樣配料都有不同的價錢 我先說了我這碗 我這碗是油麵 加了沙爹汁 有牛筋籃 它叫牛筋籃 但我很少看到筋 全部都是籃 還有手切肥牛 爽脆豬耳 還有豬皮 我這碗只有這麼多 首先說一說油麵 其實不像油麵 我感覺上是日本拉麵 它就當作油麵 所以你看看形狀是四四方方的 不是軟弓弄的 好了 那就說一下肥牛 肥牛它其實浸得久了一點 它就沒有吃 但是感覺上我覺得有點粗糙 因為肥牛不能浸太久 為什麼它要呢 最後一放上面 其實現在你說我放久了 一來到的時候 它已經是這樣的了 豬皮 豬皮它就不夠鬆身 其實要好吃的豬皮 是要鬆身一點 鬆身一點咬下去 就會有些脆口的感覺 這樣就會更好吃 它這隻就實身了 變得很軟 另外牛腩 它這個叫牛筋腩 但是我感覺不到它有筋位 它有點脾胃 肥肥的 我覺得這牛腩 不可以叫牛筋腩 應該叫牛腩 另外它的主意 它就說叫爽脆主意 它真的不夠爽脆 它只是主意 因為脆位 只可以在白色的軟骨位 那裡脆 但是肉呢 真的差一點 就不夠脆 就不像豬頭肉 豬頭肉都可能會很脆 咬下去 它就做不到脆 好好的一粒咖喱魚蛋 讓你做到沒有乳味 也沒有咖喱味 失敗 蘿蔔沒有選過 太多渣的失敗 豬皮煮得太軟 沒有咬口的失敗 豬紅中爆炮 一夾就散失敗 中的失敗 最後說一說湯底 這個叫沙爹湯底 神水做不到出來 雖然你說 有些沙爹可能是辣 但是它這個就不太辣 但是香味也不夠 所以整碗我感覺上 就很一般 就不是我想像中 想著這麼好吃 我才從一心出來 想著這個應該挺正 但是它的主意 主意都是說豬扒 就不是說麵 所以麵 這裡就有點失色 這碗是自選車仔麵 我愛了米粉底 配了辣汁 辣汁那裡再加了一些蔥粒 所以這個汁也挺香 而且更加會突出的香味 另外菜那邊我就選了 爽頭牛肉丸 鮮蠔仔 豬大腸和豬紅 大家都看到的份量很多 我已經吃了很多 豬大腸這裡也有四塊 我也吃了兩三塊 另外豬紅 這裡還有三四塊 我也是吃了兩三塊 另外蠔仔 這裡還有六七粒 我也吃了兩三粒 另外爽頭牛丸 有三粒 讓菜介紹一下 豬紅它都夠爽夠滑 有點脆口感覺 辣汁是挺好吃的 我剛才問了點員 辣汁和麻辣汁 是不是相差麻味 他說是 所以本身這個辣汁是挺好吃的 豬腸也老得很入味 肥一點的位置 還有一些瘦一點的位置 但瘦一點的位置 就類似這塊再瘦一點 已經吃了 我也給我老公吃了 好不好吃 豬腸也挺好吃 但未至於去到我之前吃的一鍋糖那些 那麼好吃 當然兩樣東西 那樣或那樣 那樣或那樣 這裏是挺好吃的 當然啦 每個都是牛腸 另外這個爽頭牛丸 真是值得一讚 它比潮牛腩還好吃 多多腥 真的多多腥 它有爽脆的口感 都有牛肉味 它的尺寸就不是很大粒 是小粒一點 但它總括來說 都做到牛肉味和爽 但你問我有沒有通緝那麼好吃 那當然沒有 特別都要讚一下它的蠔仔 蠔仔仍然有蠔仔的鮮味 有些人會覺得是腥的 但我就覺得是鮮味 它都比得多 還有粒粒都醬糊糊 那些珍珠蠔仔一流 還要最後就讚一下米粉底 米粉底浸了在湯裡 是已經很久了 本身我看下去 就以為是軟滑滑 很容易斷 很不爽的米粉 誰不知它浸下去 我吃起來是滑身 有少許是米線的感覺 但是它滑得爽的 不易斷的 有煙韌度的 掛汁掛得很好 所以辣汁掛上去是一流 總括來說 這碗食物我是覺得值得一試 單美人照鏡 吃剩一粒餃子 現在兩碗麵吃完了 還有飲品 最後總食評 最後總食評 講講這間特蘭豬扒車仔麵 名字都有說了 豬扒 所以我推介都是豬扒 豬扒蠻好吃的 蠻入味蠻鬆 不會說沒有味道 炸得乾燥燥 不是的 它下了點功夫 弄鬆它 炸出來也不錯 另外其他東西 老婆說一說 因為有很多東西 都是她吃過 OK的 油的形容會好過油外形容 因為我未必形容得那麼好 都很久沒吃過車仔麵 我今天的推介 就是自家炸韭菜餃 好好吃 皮薄餡漂亮 體質又不是太大 吃下去就不會覺得很油膩 很飽肚 它夠酥脆 餡料夠新鮮 夠豐富 很香 很香 本身裡面的餡料 韭菜又夠香 肉夠少 所以我覺得不會吃到很利好仔 真是一流 另外呢 我那碗車仔麵 不過我點了米粉 它裡面的辣汁做得很好 鮮桃仔豬 大腸豬紅 和爽頭牛肉丸 都是OK 挺好吃 你說是不是最頂尖的 又不是 但是是不是不好吃 又不是 所以我覺得它已經是中上的 水平 值得推薦 尤其是辣汁 我沒有再加辣椒油 你知道我挺喜歡吃辣的 它的辣汁本身已經夠辣了 真的挺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